众所周知,汪小飞就是一枚女儿奴,人前人后就喜欢晒女儿月儿,自从儿子出生,就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,翻看她的社交平台资料,几乎都是女儿月儿的照片,儿子都两岁了,难得有一次晒儿子,某一天难得晒一次还要上次热搜。 自从汪小飞和大S参加了真人秀节目幸福三重度后,大家对他们的婚后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,汪小飞虽说比大S小几岁,可是在老婆面前就是成熟本重,把大S当作小女人看待,两个人感情还是那么好,最新一期幸福三重走中,大S和汪小飞坐在车里谈起蹦极,汪小飞声称自己之前蹦极过,正好从车窗外看到有人在玩, 大S就怂恿汪小飞去蹦极,因为没看过所以想看,特别想看望小飞蹦极,没想到汪小飞拒绝了,表示不蹦极了,蹦过一次了,这辈子都不想蹦极了。 看来,上次的蹦极带给汪小飞的感受不怎么好呀,内心还是存着恐惧的,大S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要和汪小飞过不去了,明知了汪小飞不敢做索道,用言语激将汪小飞,你怕老公,男人一般都不会随便认怂的,汪小飞肯定不承认了,毕竟男人都是要面子的。 坐到索道上,大S继续调侃汪小飞,还特意做了各种各样的动作,伸手,踢腿等等,特意附加一句挑衅,你敢这样吗?汪小飞已经坐上了索道,连连回答不敢,不敢。 但是即使自己在害怕着汪小飞,还是不忘记提醒大S注意安全,不要乱动,回到家里,到了晚上,大S也没绕过汪小飞,她和女儿月儿开始聊天了,当然是把今天和汪小飞做的事情讲一遍给女儿听了。 大S告诉月儿,今天去做了索道,好高好高的,说到这里开始吐槽老公汪小飞的,爸被吓得差点要哭子,差点要哭出来,大S声音气息的,非常的温柔,说完也没看一眼汪小飞,继续说着,只是,旁边的汪小飞原本在玩手机的,一听到这句话,虽说大S说话的声音还小,可是还是如雷贯感,像针扎似的,传到了汪小飞的耳朵里, 只见汪小飞放下了手机,一脸不满的看着大S,立马黑脸,那副表情就是对大S的反对,其实,大S直接在女儿月儿面前爆料汪小飞的求是实属不妥的,难怪汪小飞反应那么快,不越表情太明显了,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在孩子面前是英雄,这是男人的面子问题了,只想要给孩子自己刚强,能干,智慧,以后教育孩子,自己也可以成为榜样的, 自己不好的一面,尽量不会让孩子知道的,其实汪小飞在爱大S,他也不允许大S说这样的话了,特别是汪小飞那么爱自己的女儿,才不想要育儿知道这样呢,加上大S的语言过于夸张,汪小飞黑脸也是情有可原的,所以妈妈也要注意他,在自己孩子面前,尽量挤足自己老公的面子,他会很感激你的。 感谢观看